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来讲第六章 这个茅顿的实与子业 这个茅顿呢 它这是个笔名 它原名呢叫沈德逢 也叫字呢叫沈彦斌 是浙江同乡人 这个茅顿呢是他这个第一次 发表第一篇小说 幻灭的时候用的一个笔名 后来呢也是他的一个主要的笔名 大家可能都有一定的了解 茅顿呢是现代中国最接触的小说作家 也是最具典范性的现实主义作家 那么茅顿的贡献呢 应该说是多方面的 在文学的组织方面 文学批评方面 创作方面 他都有所贡献 当然最有 标志性的成就呢是他的这个纸业等系列的长篇小说 还有呢就是他对这个社会剖析小说这种幻型的一种创造 五四和他那一代作家 那个茅顿和五四他那一代作家是不太一样啊 这个有他的特点 一个呢是他很理性 他总是倚靠呢 这个社会科学理论 包括呢社会 阶级分析方法 来开拓形象思维的深广度 他也善意呢在典型环境中来来塑造典型人物 就是突出人物的那种性格 这种成长的那种过程 那么这种小说的说方法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啊 成为了左翼文学的一个创造的主流 甚至影响到当代文学 这是一个确实很理性啊 像一个作家 第二个呢就是 毛顿呢是一个有大气魄的作家 他写的作品呢 绝大部分都是重大题材 而且追求史诗的效果 所以他小说呢是具有一种编年史的特点 编年史就按照时间顺序这样编下来 是吧 他能够容纳历史性的巨大的内容 是吧 结构也非常宏伟 笔法呢比较写实 特别是心理描写很好 这个塑造的人物呢都是具有时代特色的 能够概括那种社会现象的 是吧 也能够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 所以有人呢就把毛顿称之为 社会科学家型小说家 社会科学家型小说家 那么毛顿这种一个理性啊 第二个社会科学家型的一种小说家的特点呢 跟毛顿的经历啊是有关系的 他是1927年开始创作小说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毛顿呢在理论上 生活上 在文学的修养上都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就是说他出道是比较早的 那么在五四时期啊 他是文学研究会的一个核心的成员 他也参加过改革 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个小说月报 就是原来是一个鸳鸯蝴蝶派的一个宽物 他把它改为新文学的一个宽物 后来变成新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发表的阵地了 那么他在这个期间呢 他翻译了很多外国的 这个他积极翻译 介绍外国文学作品 理论思潮 是吧 另外呢他提出了这个为人生的文学 还有呢就自然主义 写所方法 自然主义呢 现在我们一般翻译神叫做现实主义 他呢受到那个法国啊 一个理论家叫泰勒 他那种思想的影响 包括关于文学的时代 环境 种族对创作的影响 这个三层因素 这个对他的影响很大 当然毛顿的最佩服的作家呢 是大众马和托尔斯泰 所以他你看毛顿的作品呢 都是一个大场面的 大题材 他是描写那种广阔的 这个社会途径的一个高手 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毛顿很早啊 他就参加这个共产党 他是共产党的最早一批这个党员了 也很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所以呢这种深厚的社会科学修养 还有快阔的那种视野 还有他的生活积累等等 对他以后啊 创作特别是开创 社会科学家型的 这种创作的道路 是吧 写作那种社会剖析的小说 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啊 这个毛顿的小说啊 从这个《诗》开始 《诗》是个三部曲了 到《纸业》 标志着现代中国长篇小说 达到的一个高峰 这个我们知道五四时期啊 长篇小说的成就不高啊 这个当时啊 写长篇的是很少的 二十年代写长篇的很少 也很少有人去反映都市的生活 小说一般短篇的都是写农村 那么三十年代呢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可以朝着现代化 商业化发展 所以这种生活内容的这种变化呢 像小说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 所以毛顿所创造的长篇小说 就适应了三十年代 这种社会的生活的变迁 也同时呢 也提高了现代小说 反映这个生活 或反映人的那个内心深度的可能性 就前面呢 我讲了一些 矛盾的创作的一些简单情况 是吧 它的理性 它的史诗 史诗的追求 它的经历 是吧 等等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比较具体的来讲 小说的 矛盾小说的成就 特色的几个方面 首先一个啊 就是矛盾小说 史诗性的追求 矛盾小说 史诗性的追求 这个矛盾呢 你一看它照片呢 长得很稳弱 是吧 甚至有点 好像有点理性化了 但它动起笔来 写的小说呢 却能够呼风唤诣 是吧 它反映那个时代的前茂 那种历史的变迁 是很有气魄的 这个矛盾总是把 有大规模 它有个动机啊 它写小说 总是有一个大规模的 来反映描写 中国社会前景 不是一个侧面 是写前景 这种愿望 所以矛盾这个作家写的 几乎都是大题材 如果把矛盾的作品呢 按照它反映的时间 是吧 把先后排列一下 那么我们就看到了 从晚清 五四 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 就一路过来 大概有半个多世纪吧 中国社会的变迁 过阶层的 这个生活动向 还有过阶层的冲突 那么在它的作品里面呢 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了 所以你看它小说 等于呢 是看一部 中国二十世纪 上半段了 是吧 那个编年史 社会的编年史 下面我们简单看一下 它是这些作品呢 是如何表现 过个段落的 那个时代的变迁呢 是历史的长卷 是吧 我们看第一部啊 这个时间 它写作的时间 不一定是 按照这个顺序来排列 按照它所反映的内容 题材来看 那么第一部应该是 商业 红市 二月花 这写的是哪个时代呢 是上个世纪初 就是五世之前了 民族资产阶级 和这个 封建目落地主之间的矛盾 当时资产阶级已经出现了 跟地主之间的矛盾 还有改良主义 那个努力 失败 是吧 当然它不光是写这种 社会上的这种变迁 也写到了具体的一些家庭 它的变迁 还有家庭成员 各个阶层 这个成员 感情世界的一种变化 这个五世之前 这是一部啊 商业红市 二月花 接下来呢 是红 红啊 写的是一个青年女子 叫梅行树 梅小姐 她的婚姻 还有她的反抗 这个故事 那么 实际上 它的背景呢 是五四到五三 五四到五三 这展现那个 当时 知识青年呢 特别是女性 她的一个 曲折的一种 思想生活的经历 接下来呢 是 十 十呢 就写了一些 追求革命的青年 是吧 在革命所造成的 大的社会变动中 他们的种种表现 主要是大革命前后 就二十年代 中期 那时候的社会心理 那么这个诗里面 第一部 就是幻灭了 里面那个 不是有一个 女主人公吗 叫靳 靳女士 靳小姐 她是一个 小资产阶级的 知识分子 非常天真 向往革命 但真正投入革命以后 她的幻想就破灭了 就是空隙 失望 最后退出了 是吧 回到她个人的 恋爱的一个小天地 就幻灭 写当时一部分青年的表现 动摇呢 这个三部曲里面 第二部动摇 写这个知识分子 这个在革命中的表现 其中有一个叫 方罗兰 是吧 她是在革命 或反革命的严重的冲突中 她那种表现 她那种动摇 妥协 最后葬送了革命 也葬送了她刺激 第三部是追求 追求里面写了一群 很多个知识青年 难得你的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 那种心情 看不到革命的前景 但是又不愿意 苟佛成人 所以就是盲目的挣扎 最终都是 也是失败的 所以你幻灭 动摇追求 就是十的三部曲 你看 它反映的 就是 上个世纪 二十年代 就是大革命前后 写的是知识分子 但反映了当时的一个年代 从知识分子的心理的历程 这个角度 来看那个大的时代的背景 里面总结一下历史的教训 所以这个你看 就一路过来 写到二十世纪的中期了 那么到了子叶 子叶写的是什么年代 子叶写的是上个世纪 三十年代初期 他打算写前方位的 中国的情况 有农村 有城市 那最后当然主要是写了 上海 写了大城市 那么这个背景呢 是三十年代初 世界性的经济萧条 当时啊 这个世界性的经济萧条 是吧 最近呢 我们从七年开始 也有一个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啊 那么 其实最大影响的上 一次呢 就是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初 当时啊 这个中国也受影响 中国的那些 这个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 是吧 在这个经济萧条之中 他们的表现 他们的命运 当然也写到 中小城镇的凋敝 市民阶层的破产 还有知识分子的苦闷啊 等等 就各个结局的人 三十年代的那种思想 心理命运都展现出来了 这写的是三十年代 是吧 城市 当然三十年代 这个矛盾还有一些作品了 像春禅 秋书 禅冬 我们叫农村三部曲 写的是什么 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农村的情况 还有林家铺子 城镇的情况 就写农民 也写小老板 他们呢 都陷入了困境 就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 三十年代的情况 那么四十年代 有什么作品呢 这个长篇 长篇小说啊 像第一阶段的故事 还有中篇 走上岗位 还有长篇 锻炼第一部 这都写抗战时期的 各个阶层 各类人物 他们的思想 生活 心理 是吧 还有那个复杂的阶级关系 特别是 一九四一年呢 抗战中期了啊 这个 这个毛顿发表的 那个长篇小说 叫《腐蚀》 是写什么呢 写的是 晚南事变 是吧 这个国共啊 这个 合作抗日 那时候发生了 一个变化 他主要写一个 你特务 就国民党的 你特务 这个 他的生活 他的心理 也暴露了 当时 这个抗战时期 这个国民党 内部的一些情况 你看一九四五年呢 他很有一个剧本 叫《清明前后》 写的是抗战战时期 这个民主资产阶级 他们的挣扎 他的苦斗 刚才我就简单的 罗列了一下 你看 从晚清 一直到抗战 这个 半个多世纪了 中国社会的变动 这个 在毛顿的作品里面 都有所体现 所以毛顿的小说 总是以社会斗争 为故事的核心 这显示出 他那个题材 是有强烈的 那种政治性的 是吧 这个文学作品 这个其实是有 审美的功能 有教育功能 有遗乐的功能 还有什么功能呢 还有很重要一点 认识功能 认识功能 就是说所谓认识功能呢 就是通过作品 去了解认识 读者所不熟悉的 那种历史 社会人生 是吧 比如说我们读三个演绎 是吧 除了好玩 遗乐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三国 了解 通过这个小说 了解三国 魏晋时期 那种社会生活 就很 具体 很生动的了解 但一般人读历史 不可能那么具体 没有那种感性的东西 你看三国志 你就看不了 那么具体感性的东西 但是你读三国演绎 当时的社会生活 当时的社会生活 这个 各类人物 你都有个生动的了解 刚才说到现在我们又碰到金融海啸 大家想起了三十年代经济危机 但是如果想对当时的经济危机的情况 有一定的了解 那你看子业了 看子业就了解了 你看子业也可以了解三十年代的时候 上海是什么情况 当时上海是东方的巴黎 但是经济危机中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所以矛盾它的小说很多 在展现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动方面 可以说是有很大的贡献 就是读矛盾的小说 起码有一个历史认识的功能 那么在中国现代草门小说的发展 发生的历史中的矛盾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节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五四时期主要是短篇 很少人写长篇 那么后来有些人写了 比如说王统赵写了黄芬 二三年的是个中篇 李杰仁写了童秦二四年的 杨振生写了玉君二六年 这些都是中篇 或者是长篇 蒋光池写了少年漂泊者二六年 还有短裤党二七年 都是中篇 现在看的就是篇部不是很长的 真正长篇呢 我看只有老舍的老张的哲学 那是二六年 还有孙孟雷的英兰的一生 二七年 你算加起来也就是不到十来部啊 而且艺术上都比较幼稚的 所以到了二七二八年 矛盾这个初数 十三部曲 一下子写了 这个十三部曲 三部啊 接着呢 又写了多部的长篇小说 就终于把这个现代长篇小说 推上一个高峰 当然呢 我们说长篇小说的成熟 达到高峰 也不完全是矛盾一个人 还有老舍 还有这个巴金 是吧 还有其他一些人 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了解的 就是这个矛盾的小说 它是一个反映社会的广度 是吧 这个历史的容量 它有种史诗性的追求 这是第一个问题 感谢大家